T1直籃要看到是特攻跟云豹的比賽 魏敏軍在阿巴西跟艾德的率領之下 95比90 汗偉家園 另一場战神T管列印則是打得非常的焦灼 在比賽的最後15秒還戰成平手 誰能夠笑到最後 一起關心 T1直籃 旅行賽 關心云豹跟特攻的比賽 聯盟前兩名球隊正面對決 魏敏軍延續前一場贏球氣勢 強勢開局 並在阿巴西半場17分帶領之下 一度握有雙數的領先優勢 不過云豹很快回過神來 關鍵就是洋將威廉斯 強篮板之後二波競跟武文收下2分 也能夠展現速度優勢 下到籃下出手得分 上完場個人就獨攬了18分 11籃板 勝利云豹追到只剩下6分差距 一籃對戰 雲豹繼續這份追分節奏 並在蔣玉蘭全場19分4籃板 五助攻三超級帶領之下 拉出一波9比0的秀猛攻勢 雲豹在比賽剩下一分半時 追到88平手 關鍵時刻特攻黑豹阿巴西 跳出來見攻 泡手得手將領先咬回來 全場角出25分 12籃板的雙式表現 還有攻下全場最高30分 外在12籃板的艾德 在攻下保險分所定勝利 中場特攻95比90進行贏球 收下二人生的同事 更持續捍衛自己的龍頭寶座 繼續看到戰神踢管 烈鷹則是一場怒主之爭 戰況還是相當焦爪 臺北戰神的主力戰艦 Holys Jefferson 展現組的優勢 快攻上籃 動作一起呵成 搭配林秉勝穩定發揮 同樣也在進取搶分 當然半場合力攻下了23分 而烈鷹這邊也有土洋連線 基岩加上古萌維加 陳洋傑攻下了18分 半場結束比數53比50 戰神小贏3分 下半場一開始 戰神的恩多很快的展現自己 在進取了優勢 強到進攻籃板之後 雙手將球塞進籃框 帶動團隊氣勢 並且烈鷹還有另外一個危機 禁區漢將英籍 在這次對恩多犯規 被裁判認定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奪權出場 林秉勝與Holys Jefferson 沒有錯過機會 直到進取搶分 各自貢獻19以及21分的支援 也讓陣險在比賽的最後35秒 還握有三分領先 然而這次烈鷹的得分大將 金恩展現自己的價值 三分出手恐懸破網 包含日追平的三分 在內全場攻下了二十六分 走籃板的準雙十演出 這讓主場球迷再度看到希望 不過這高興都還沒有高興 萬戰城的曹宣鄉 一桶水直接交襲 這反復戲宴 最後的十二點五秒 大心臟騎馬射箭式的 拋頭得手 儘管全場只攻下八分 但關鍵兩分功不可沒 這場後來戰神有效阻擋住 獵鷹最後一波的進攻 中場是戰神九十二比九十 在精通駭量之中踢館成功 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鏡頭轉向UBA 再看今天比賽之前 先將焦點放在國立體大的後衛成立生 還有中鋒胡敬豪身上 各自對於未來有何期許 富邦仁壽UBA大專籃球聯賽 國立體大的大三主控陳立生 在本季持續進化 預賽復賽通算前十八場比賽 場均能攪出十三點六分 四點六助攻 另外三成三的外線命中率 以及一點八次抄截 都寫下生涯新高 尤其在二月二十八號 面對漸行一戰 砍下生涯新高二十八分 談起自己本季的成長 自然已經達到挑戰直籃的 基本門檻 就是自己設定的門檻 可是我覺得還可以更好 外面世界很大 就是希望自己還可以 再加把勁一點 抗壓性 然後在關鍵時候的穩定性 然後心態的部分 到職業賽場上 可能也不會太常有那種 拉鋸很大的比賽 陳立生坦言 目前對國內三大聯盟 並沒有特別偏好 但會盡力加強不足之處 期待效法的對象 是身高同為一百七十四公分的 頂尖後衛蔣玉安 至於談到直籃話題 雖然對大二中鋒 胡敬豪來說 時間還早 但在本季 站穩先發的他 也有不小目標 有機會的話 還是可以希望往外面走 先往CVA的方向想吧 因為我不希望就是把自己 射線在某一個地方 就是看我自己能挑戰到哪裡 身體上的強度 就是要讓自己稍微吃 吃壯一點 沒記錯應該是第一次 在複賽這樣灌籃 感覺蠻特別的 但不會只有一次 還會很多次 擁有一百九十八公分 九十公斤的不錯體格 胡敬豪本季前十八戰 場均有九點三分 七點六籃板的成績 以本土常人對抗聯盟 眾多外籍生來說 算是可圈可點 但一大招門 是罰球命中率 僅不到六成 他表示自己會 額外自主訓練 力求改善 撇開挑戰直籃的長遠計畫 現階段希望能幫助國體 在八強複賽早日開湖 我來推一台采訪報導 好 國體跟虎克的比賽 成立身算值得九分 但有關鍵上籃 也幫助球隊終於開湖 一百十二學年度富邦人 受UBA大專籃球聯賽 健行科大交手 輔仁大學 賽前四戰全勝的健行 遭受一勝三敗的輔大 發起強勢挑戰 開賽看到外籍生 凱德爾起飛 雙手轟炸籃荒 不過蔡成剛 也回進犀利運球 上演Ankle Breaker 並擺進兩分 寬意顏色 而張東廷不看人的 警候妙傳 找到石魯奇 同樣相當精彩 幫助健行在前兩節比賽 以二十八比二十七 一分領先 但來到第三節 他們卻進攻當機 單節只有七分進仗 給了福大反擊機會 另一位外籍生 威爾森 算準腳步 把劉承軒的上籃 定在板上火鍋伺候 進攻端也能有所輸出 這戰繳出二十分十八籃板 兩組攻的成績單 搭配凱德爾也有十八分十七籃板 兩人合力幫助福大 帶著四十比三十五領先 進入決勝節 不過此時 健行找回節奏 以一波十二比二的猛攻 揭開第四節序幕 隊長劉承軒三分蛋 相當重要攻下全隊最高十五分 加上蔡成剛超大號外線 神準補上十一分火力 中場劍行就以六十比五十二逆轉 搶下五連勝 戒指看到國力體大對上 胡偉科大賽前四連半 尚未開湖的國體 以全本土陣容迎戰兩勝兩敗的虎科 打起來有些吃力 虎科外籍生西圖 送上超勁爆的雙手中後 現身奪人 只是籃球畢竟是團隊運動 國體靠主控陳立生串聯 交給禁區胡靖豪 反勾得手討回面子 六尾號轟進底角三分蛋 幫助球隊半場以三十八比三十五 佔有些微優勢 然而換邊過後 胡科展現更奔放的球風 一樣要看到西圖 接獲隊友妙傳第二排原地騎跳 依舊能拔球塞進籃框 這陣他已超過五成命中率 狂飆三十分 讓胡科在三節打完逆轉 以五十三比四十八取得領先 關鍵第四節國體重振旗鼓 先看六尾號持續火燙 全場砍進三季外線 攻下二十分 接著胡靖豪在禁區製造犯規 小賬加一 他也支援十九分十籃板的 雙十表現 國體一波五比零瞬間追平 而決勝時刻還有小跑車 陳立生甩開對手擦板球進 倒數兩分鐘拉開到七分差距 並揚長而去 中場國體就以七十五比七十 擊敗虎科 總教練桑茂森 在副賽的勝場數總算開張 未來區域台綜合報導 鏡頭轉向F1新賽季的第一戰 和巴林大獎賽終於登場 紅燈熄滅 剛為出發的Max Verstappen 在第一號彎道無聞守住 緊了跪去 之後第三季出發的 George Russell在第三圈 成功超車 Charles Clare來到第二名 而震動他們正在瘋狂追逐 前面的Verstappen時 可別忘了後面還有一台 恐怖紅牛 Sergio Perez 第七圈 成功超車了Clare 同一時間 火星Reverstappen 繼續穩居第一席位 上次帶第十三圈時 各家車隊第一次的進戰 朝紅牛一哥 憑藉此機會 擴大到整整十秒以先 而這次進戰 也影響到後續名次 Perez 憑藉更優的進展速度 超越Russell 其兩名變成大家 從上個賽季就很常看到的 紅牛獨走景象 第十八圈 弗拉利少竹了Clare 受到賽車設定的問題影響 速度始終停不上來 過後到第五名 但隊友Carlo Sainz 是大大相反 整場比賽都非常強 是要展現自己的速度 一路穿升到頒獎台的席位 最後Perez 台本 以超過二十二秒的 絕對優勢率率先充現 二三兩名分別是Perez 還有Sainz 很驚訝 今天比想要更好 我認為車輪非常好 在每個桿梯 我們有很多速度 今天非常享受 我們都沒有問題 盡管展開群情賽季 第一戰依舊是紅牛車隊 包辦前兩名獨走的情況 並且依照Versetapen 正擰壓式的速度來看 更為今年賽季 爭取車隊車手爽了衛免 增添意大利多 好